我标准的也不知道从哪来得到信息 小分队就要来抓他 抓了他以后呢就让他流产 那时候他就快升了 赵白哥你就是胡说八道 睁眼说瞎话 人民日报采访你 你说那个年代的计划声乐 是没有强制执行 是自愿参加的 对是自愿参加的 哪老百姓自愿参加的 大家还记得那个年代有个叫小分队的吗 那个小分队 如果谁家的有怀孕的 这个小分队就会把你抓去 抓到那以后就拳打脚踢 干的都不是人干的活 我弟弟呢就是八二年出生的 是超生的 要罚我们一千块钱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没有钱 一分钱存款没有 那罚一千块钱 想到现在的一百万 那怎么办 到处去接 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个表姐 刚刚订完亲 人家那个时候给的那个压包付钱 咱们当地人叫压包付钱 实际上那就是彩礼嘛 给了一百块钱的彩礼 人家第一时间就把这一百块钱借给我们家了 他还不够啊 我妈 我爸就到处里借 我爸把他的唯一的代步工具 一个二二八型的自行车卖了 然后手里带一块手表 三十八块钱 卖给我一个二哥 七凑八凑 凑了一千块钱交上 如果交不上 我爸的工作就得停 就不让他工作了 他就没有工作了 为了能有这个工作 就把这个钱就交上了 穷的叮当抢 所有的凑钱 从此我家就是那么穷就这么造成的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就是我表婶子 我表婶子呢 前面有三个闺女 想生个儿 然后呢 长年累月的在外面躲计划生育 家里天天锁到大门 然后呢 把老大老二放家的给奶奶养 带到老三呢 出去躲计划生育 那个老大老二 每天下午 天快黑的时候啊 就在门口坐着 就是要爸爸妈妈 然后我表婶子呢 就是知道 就是两个孩子在家的乡 就偷偷的 就是跑回来了 然后呢 被这个小分队发现了 小分队呢 就把我表叔啊 就抓起了 抓到那个村委的啊 就是拳打脚踢 让他坐在那个墙里 两条腿就让长得不许动 然后呢 就想给我表婶子报信 但是我表婶子呢 没人给他报信 我表婶子也不知道 从哪来得到信息 小分队就要来抓他 抓了他以后呢 就让他流产 那时候他就快生了 小分队呢 从大陆去 他家里去抓他 他呢 就从小路 然后钻到那个玉米地里 偷偷偷地跑掉了 他最后呢 把这个儿子生下来 为什么我们山东人 有那么多人上东北 下东北 都是为了躲计划生育 如果躲计划生育 你不回来 你家的东西 全部给你抄家 你的什么的鸡狗毛羊 什么的 全给你拉走 而且你的左邻右舍 你的亲戚都会被抄家 这都是你们赵百哥 做的工作 功不可没 如果不是你们那个时候 工作做的那么到位 也不至于我现在招生 那么困难 那个年代的计划生育 是自愿参与的吗 经历过的人 咱都说一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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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